請問說最佳縣市長我有點到來 其實有很多都是在課堂上 可能是很清楚的事情 這中間有非常多的經驗傳承 我個人是說我很多的 其實我都頭上是很客氣 我深圳是誤入總理的條文 因為大家都很清楚知道 我的本業其實沒有在護正 所以我到航空局來之後 他們也是一個新的黨員 所以我認為說 我們這些前輩都是我的指導授手 包括業界的先進 包括民立任的這些防衛局局長 我們的同仁其實是因為我要專入更優秀 所以他們也是我的助教 但是我覺得業界的這些先進 你們其實就是我們的不是我的 我們的工作是不是做得好 那就來自於你們對我們的評判 那今天我覺得非常難者的機會就是 從周董事長一路到來 來到整個行業的發展 尤其是行業公司 他的整個薪刷合併 還有他的結盟 以現在我們遭到這個問題 尤其剛剛提到的所謂的1968年 聽起來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時間 在1968年 在1968年 這個西邁瑜他去開始推所謂的 全貨貨物 那也是這一年開始做所謂貨物的標準化 那也是這一年我們周董事長 開始去投入了這個 後面你覺得風調的一個發展 那事實上現在的問題 所以剛剛大家都有提到 那麼多受公司長的問題 我們應該接下來從業界的角度 從行政單位的角度 從哈桿局的角度 從很非常重要的港公司的角度 我們應該做哪些事情 其實我經常在思考 我們原來有四個港務局 推動很多業務其實說起來也做相當不錯 那在業界的期待跟國際超越之下 我們去做了所謂的正規分離 成立了韓港局 成立了港公司 我們是不是政府的表現容易以前更好 那接下來韓港局港公司 應該怎麼樣來跟上業界的角度 應該怎麼樣能夠來協助業界突破這個困境 我想這是我們前面剛剛要共同來思考的 那今天在韓港局的部分就是 我們的同仁雖然都很優秀 但是我們有一個非常欠缺的就是 我們沒有那麼豐富的實戰經驗 沒有那麼豐富的國際經驗 國際的接軌可能也不如 公司很多優秀的同仁 那跟業界的距離會不會是太大 所以我們一直希望說 香港局有比較多的機會 以業界為師多多活動 讓我們同仁能夠快速成長 所以我想今天這個非常難得的做堂會 我們有我們工協會的意見領袖 有港公司的這個同仁 也有我們以前港公局時代的祈禱 還有業界的很多意見領袖 我想希望大家能夠當作瓜寶的心態 有什麼問題不要害怕問的不好 不要害怕這個錯投票沒有關係 我們真的不清楚也沒有關係 這個不清楚裝修權那才是最大的答案 好不好 我先開個場合 我想接下來為了幫大家的氣氛炒熱 我是不是建議 是不是我們台上這幾位旗 我們讓他先給我們一些這個語彈的分享 然後之後再開個大家來提問 我是建議說長幼有序 謝謝 我們最年輕的王區長 謝謝 謝謝 請坐 這個主席 各位年輕、明日之心的朋友們 還有今天的主角做董事長 大家好 那這個鳳鳥先輝 我知道這個貿易在我們台灣的經濟呢 可以說是在四面黃矮之下 我們的資源非常地匯煌 那我們唯一的生命的要件是什麼 就靠貿易 那貿易的前提是什麼 因為四面黃海就靠海運 所以航運就是我們的前車 所以在這裡呢 可以說是對海運經營者呢 我們在這裡對他的一個致意 對他的一個靜變 能夠帶給台灣的這個經濟的繁榮 過去可以說到現在 一直好也好 產蛋經營也是假需 所以航運 在我過去讀書的時候有一句話 就航運是我們國家的勝利線 這個我想不可否認 尤其現在正在低潮的時候 行業繼續經營下去 那麼這個呢 我暫時向航運公司來致敬 那麼再來我請教周董事長 那麼現在國際行業在發展 但是這個租的船運能那麼多 怎麼辦 你有沒有你的看法 第二個 現在在推動覺得減碳 那麼我們所謂的綠色航運 在這一方面 顧曉得在航運公司有沒有推動 有什麼琢磨 以上兩點請教周董事長 謝謝 謝謝 各位種oral組 至élé И tester Guinness 我是林 and副azy 那個著董事長馬頭一年到馬頭 我是1969年到馬頭 Een 因為我剛到馬頭的時候 就去隨我們黃居長 我們倆管同艙 那個時候只要三千噸的進出口後 我們倆就三天兩夜沒辦法睡覺 那個時候台灣也引進了後櫃 後櫃引進來之後改變了整個台灣的馬國作為狀況 當初引進來台灣的時候 可以說是群雄的病情 在碼頭作業方面 有的剛剛董事長也講過 有的是掐寫寫 有的是沒事機的 有的是化成機的或是最高級的 那麼他有一定的碼頭要求 就是碼頭重生要過 但是那個基隆港是沒有辦法的 但是基隆港的一些長官非常的有腦筋 他就在五肚 六肚 七肚 設了很多實際家的貨櫃集散戰 這個貨櫃集散戰 也因為基隆港還了三十年 那麼我到紐約港去的時候 紐約港的港部長特別為我們基隆港的這個作業模式 但是現在有加 那時候我們基隆港在全世界的排名是使命裡面 所以曾經創造了非常飛黃的一些結果出來 那麼貨櫃運輸呢 從引進台灣成長 茁壯到現在非常成熟 將近五十年的期間 兩件事情是讓我們印象最深刻 一個是七十年代的石油危機 我想那時候我們林復居長也共同在公司單位 他印象非常深刻 那時候石油價錢高漲 剛剛董事長也講 他的成本是傳運的百分之六十以上 所以那時候的貨櫃產公司非常極大 那麼一個是目前整個貨櫃運輸的狀況 可以這樣講 貨顏不足 倉位過剩 所以這個情況就跟當年七十年代的狀況是一樣的 所以現在整個貨櫃的運輸呢 我想將來應該要好好的思考 尤其是目前有幾個狀況 第一個石油降價 現在石油一口二十五塊左右 那麼一百多塊 這個東西對於船公司的營運就要好好的思考一下 有的人講說我可以加快船數 增加運轉力 增加助轉力 我可以減少造船 對不對 蠻有在思考的 第二個現象就是什麼呢 就是兩個大硬核的改建 蘇伊士硬核 還有巴拉馬英國 巴拉馬英國 距離會好 它會讓一萬噸的T5船會通過 破例只有五千 那麼蘇伊士硬核它會雙向來營運 這個對你後櫃船的應付是有很大的影響 因為你的速度加快之後 你的貨物流動就會改變 他們在估計美國西海岸 因為巴拉馬英國通過之後 美國西海會前往百分之十以上都會亮 所以這個東西 如果你是經營亞歐航線 亞美航線 都要注意一下這個改變 第三個是現在 整個世界上的馬國的一些經營者 例如說 像新加坡 黃土合計 還有大陸早上斷的在往外找據點 來增加他們後櫃公司的負負 這個對我們台灣的港公司 恐怕就要好好使用一下 將來什麼來拚運這些東西 這是我對整個後櫃運輸的 那麼簡單的跟各位報告的講述 謝謝區域局長給我這個機會 剛才明天我們周董事長 每一五十年也會見面 在這裡奉獻給大家分享 非常感謝 那我從剛才那個周董跟區域局長 以及兩位我的老長官 王局長跟陳副局長 陳局長的談話裡面 我想到的就是港務公司 我想應該套用 剛才周董所說的就是國際化 國際化 因為要面臨這個新時代的港務 航運也好 歸國際化不行 換句話說走出去 不走出去 大概天天愛放 就是說變成以臨爭利 所以這一點 我想將來 區域局長以及各位 有夠多於協助 大概國際化的部分 第二個套用剛才區域局長談到 還有東統也談到 東統在回想 就是說二三四年前的海關 怕怎麼輸 所以管制管得非常的嚴重 那是事實 所以要使港務公司 能夠好經營有彈性 那這個可能就是要套用 陳局長曾經看過 就是我們大家 莫忘之中 如何使這個港務公司 能夠更有彈性好經營 當然 譬如是剛才 那個習律師長跟我談到說 聯西西 推動人民議員 事實上成績不是很好 但是應該 今年 今年以後會更好 因為我知道高雄方面 大概這個AO已經接到 讓在座有兩位前任 現任理事長 對這一方面可能要多多幫忙 這是我今天所談到的 那另外 我要跟各位補充報告 就是陳局長剛才談到 他民國七十年 民國幾年 對不對 那我是接著 他曾經講過 任何一個十年 大概 三十年 二三十年的規劃都會有 二三十年一個三個 二三個 那這兩年大概算不好了 但是我覺得有了 有了的推廣 應該現在是最好的時機 那我也不客氣的講 事實上 這一方面可能要特別請 齊機長能夠協助的 實際上今年 我們TIBC對外宣布說 我油輪化成長成長非常的好 但是對我來講 對我來講 市值的增加實際上是 那個公子號 還有東航 東航的所帶來的 那東航帶來的都是國內的旅客 所以實際上 你假如主席去看 大陸來的也很少 國外來的也很少 甚至我得直接跑到下面去 所以可能必須要請求 齊機長幫忙的 就是什麼呢 大概兩岸的開放 我們乾脆也能夠 新政策來 是不是能夠推動 就是說 兩岸 旅歐倫的主航 兩岸的主航 假如這一個關卡能夠打開 等於水龍頭打開的話 我相信這個旅歐倫的業務 在台灣風光了三十年 應該沒有問題 整個是帶頭旗機長幫忙的 以上 謝謝 謝謝 因為剛剛我們幾位騎老的這個說明中 有提到幾位業界陷阱 是不是陳前理事長 那先回憶一下 那待會再呈現那個代理事長 從我們海南業的角度來看 今天我們做的 面對未來的這個情形 有什麼意見 那剛剛也提到了這個 包括我們州董事長 還有我們蕭群董事長都提到的 是不是我們港公司今天也有兩位代表 那可以也可以 也可以一個一下 其實我一直在想 尤其台港局絕對要莫忘初衷 當初政績分裂 即使大家都清楚知道 最早的想法就是 大公司的下司權小事 那當然在法覆化的過程中 有一些來自民間的期待 還有法規的限制 那現階段大公司不夠大 那小局沒有化太小 所以現在是有一些 包括公司、航港局的 航政室之間的一些建造出來 但是莫忘初衷 因為我自己在航政室市長任內 是全程參與這幾分 所謂的莫忘初衷就是 整理航港局的用逸 第一個就是要輔助港公司 對外居住的高層面競爭 當然也要提供良好環境 協助業界面對國際競爭 我想這個應該是他們很誠意 對於史的想法 即便現在還有一些見面 在慢慢的在商業單位的運作當中 去找到好的一個處理方向 但是莫忘初衷就是這樣 我們就是要在正氣分離之後 對於業界來講就是有更好的能力 幫業界解決問題 然後能夠提供包括業界 包括港公司在那裡更好的海運機 這就是所謂的注重 我覺得在參與這件事情 未來的運作會怎麼樣去改變 當然親自到政治 但是我想屬於我們內部之間的問題 應該持續大家的力量來精進 因為在座很多都是所謂正氣分離的 第一代情侶表演 我們有責任把這些該處理的問題 處理完之後 讓或許的正氣分離的效益 能夠成為所謂當資人其中 所以待會我可以請下 今天看港公司是來一次就來兩位 不知道是不是如果還有其他沒有簽名的 我想我們都會 這是不知道什麼人來的內部討論 就是我們業界所謂的報告 我們居然大家意見交換 好不好 我們還有一些業界的理就也有在 我就不敢 也不能夠繼續指定大家表示意見 不過也歡迎大家來做一些意見 我們還有一些所謂的媒體朋友也都歡迎 是不是先請我們募資前輩 來從海運產染業的角度看見 我從理事長那邊講的就是說國際化的一個問題 這個我們是應該其實很忠實的 另外這是國際上面的一個結果是 認為說我們韓港級 可以抓住這種核心的價值戰 然後因為我們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時間也是要去把握 就是說我覺得我們在韓港級上面內部方面 我們要去把那麼多的一個可能要去發展的事情 再把它核心的計較 才有這個能力上面去 去更進也好 或者去超越也好 那這方面國際化上面一些公司 譬如說我們剛才看到很多 世界上面一些 韓港公司 在一些發展上面 我們可以去做一些參謀的一個東西 然後從它的優點裡頭 我們來減少我們 發展中的一個過程的一個錯誤 這樣的話我們成本就被你解剎了很多 這是我的一個在 在這個國際方面的一個看法是這樣的 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們政府也要真正做到就是說 中間我們藝術業是一個服務業 那我們的根本指導是在 產業的一個發展 那台灣有沒有在這些產業的核心裡頭找到 因為我覺得我們現在 包括說最近的這個蘋果這邊 都發生了好像說 以前對那個6S又走到這個S1 好像又回到4吋的這個地方 那從這個6S以後 加上它這個6Plus以後 好像注銷也不整一樣 變成說我們的電子業 好像這一邊也快要熄火 好像只剩下這個大立光 好像只剩下台積電 其他好像有沒有話題 那我們沒有這些生產者 對我們來講我們的運送業 就好像是 就沒路要去 因為我根本沒有東西好戰 所以我是覺得說 在我們交通部這一方面 應該可以跟我們的這個經濟部上面 在就是都關懷一下 我們台灣的產業 到底是來做哪方面會比較好 那前一陣子當然是一直講到那個 有的那個什麼季揚啊 還是乳虹啊 好像是因為這個 仿絲業上面不錯 那這個方面 這個方面他這個 這個這個 給運動產品的畫面 就好像 就比較生意不錯 包括像保存來講也不錯 那 這個 跟我 我想我們 我們這些前輩 都可以幫發說我們的警察 都可以幫發董事長 都可以看到我們台灣的過往 跟他一直都瘦虛 這方面是我們 確實我在這個 做這個運送業者 我是非常的驚恐 但是我們沒有驚恐的理由 這個是 大家能夠說 去看到我們的未來 然後把這個交流再集合一下 好 以上 代理事長 代理事長 請請請 各位前輩 各位好朋友 大家早上好 我想我就 分享我兩點意見 我覺得一個成功的企業 你們看我們這個 船公司這個狀況 其實我覺得現在的企業 很重要的前提就是 一定要多角化經營 如果你只是專注在一個 比如說只有雙艙業務 那是不是你經營得非常辛苦 我舉個例子 我們看他 Merskline 我們看他 其實Merskline 他為什麼 除了他是在世界第一之外 其實你看他的上差有整合的程度 是非常非常高的 我不要說他有自己的船 還有自己的 還有自己的游艇 他在69個國家 因為我們72座碼頭 他平均年處理量是3.6千萬的TEU 所以你想想看 他當他自己運力這麼大的時候 他就做這些東西 那你想想看之後 如果他這樣做法 他的單位成本 勢力比任何人都要低 我只傳公司 所以他能夠在低潮的時候 還是能夠勝出 所以這是很重要的第二關鍵 我覺得我們的 經營船窗的業者 可能要好好深思的問題 以我自己的公司來說 我剛剛看的數字 我還蠻有感觸的 去年我們公司在美國行業 我們做了26萬個TEU 你如果說以20的數字來講 我甚至於萬海還要高 我的產值 但是我們是貨代而已 而現在整個世界的貨代的組成 我想跟過去以往是不一樣的 什麼叫全球運籌 這個字其實很重要 就是其實我們在貨代公司 我們跟客人 講最白的就是 我們做了一條樓服務 講最白的就是叫包山包海 我們幫客人做了 代內運費 代內關稅 做他的倉儲 內陸運輸 所有的等都在一起 所以現在是這些全球運籌 這些大的所謂的 global player 是在決定這些貨 我要裝誰 我要裝廠農 我要裝廠農 我要裝馬斯克 所以我想這些都是要很 很深度去探討說 我們未來如果要發展 這方面把台灣轉運做起來 應該朝什麼方向去發展 我想這些都是可能 蠻深的課題 那剛剛蕭董事長 前董事長有提到說 MCC 蕭董事長我跟您報告一下 其實我們業者真的很委屈 因為呢 我們一開始在 關稅團20條之一 我相信我們業者 成了20年以上 到現在為止 總算是在明年協助下 是有通過 但是那是叫妥協性的 有誕書的 你知道以後最重要的問題是什麼 今年8月1號就要實施了 今天是3月快算夜底的 但是海關到現在為止 還沒有公告實施 這是很嚴肅的問題 另外我們業者已經開始做了 但是你知道碰到的狀況 真的叫慘不忍睹 因為低點沒有配套 而且海關規定太多 規定太多什麼 譬如說 你在一個 你在MCC 你要申請專倉 在過程上申請專倉 而且你要實體隔離 這是很嚴重的事情 你現在就沒有弄過 你叫貨廠隔出一個空地來 給你去做 所以貨廠本身的意願力不高 所以造成只有幾個貨廠能做 那開始做了 還發現很多狀況 譬如說 原來高雄 一個貨廠 MCC貨人都沒有 我們也還去爭取 才能加之後 成了南北topping 所以說我們的配套 完全都沒有做 你叫貨什麼進來 這是我們在做業者的時候 切身碰到的問題 都是要業者一樣一樣自己去解決 主管機關完全沒有一個配套 沒有把事情想好 這個事情其實對我們來講 是很不公平的事情 你看別人在做的什麼東西 都是整個政府把配套完全想好 跟業者勾好 然後一直去做到 我們現在不是 而海關還是能夠把很多事情能夠限縮就限縮的方式來處理 我覺得其實這個 我們覺得很可惜 因為整個世界來講 這個轉變來講 是一個很重要的業務 而我們台灣這個不好的地理位置 我們真的可以好好發揮 但是因為眾多的因素 我們現在還在努力 其實我在很期望 因為我期望當時前620條機過的時候 講的是兩年之內 規復老師到7月30號 31號才自能實施 但是很不幸的 現在就是被拖到最後一天才會實施 你說有這麼多商機 事實上都浪費了 我覺得這次我個人覺得非常可惜的地方 謝謝 謝謝代理市長 我想MCC還有海運快遞 都是我們認為一個需要去關注的疫情 那今天或者不會有有過了的時間 針對這個疫情來交往一切 但是我們已經有安排了 我想理事長大概也知道 我覺得應該好好來坐下來談 MCC來談一塊 到底缺了哪個派評分 有哪一些時候 我覺得也值得我們大家一起坐下來談 我如果沒有記錯應該就這樣 明天就要開這個座堂會 那確實啦 這一個政策的一個推行 不能夠想像 要來自於民間的期待 來自於民間的需求 那在食物運作上面也要來自於民間的聲音 政府共同來面對 然後大家來逐一刻的困難的問題 政府當然包括所有的CIQS都能在內 我會覺得現階段的一個CIQS單位之間的一個互動 讓我們交際以往是越來越好 我們也絕對會願意來當任這一個平台 提供這個平台 那我想是明天 明天我們再詳細的再來談一談 我們還回到今天這個議題 那剛剛有提到是不是 我們港公司有兩位的憲勁戰 那我想就是 就您想到的 就是不代表公司 我們今天只是去農會 那echo 一下看看 你們有什麼想法 好 請有麥克風嗎 是不是 有聽說 大家好 我今天是港公司總公司業務處 我跟我同仁一起來參加 然後首先謝謝局長還有各位前輩 今天所給予的許多寶貴的意見 然後其實我們這邊港公司主要 針對剛才那個理事長所提出來 有關於MCC的這個部分 所以我覺得就是 真的是應該要針對業者的需求 然後航港局以及港務公司 以及財政部幫務署海關部分 大家應該 我是覺得可以邀請 邀請所有相關單位 然後一起來開個會議 針對業者的需求去深入的了解 因為可能我們在政界或是學界這邊 對於食物上的一些 他們的需求不是那麼了解 如果可以大家坐下來談的話 這樣應該會對於以後整體政策的配套 會有更完善的發展這樣子 然後我個人是想要請教一下周嘉縣董事長 就是說面對現在航運業競爭非常的困難 CMACGM未來他的一些航運的發展的一些方向 可以給我們一個指點 然後還有說因為目前已經併購了APL 那APL目前在高雄港有租用碼頭的情況 我們想請問說未來是不是 是不是還是會以高雄港作為一個遠洋的轉運中心 以上再兩點 謝謝 大家都非常關心的貴賓 不想今天因為時間關係 我就讓周董事長留到最後面賽會中的訪問大家的意見 因為今天出席的貴賓非常多 我做不足以請教 有沒有哪一位我們今天出席的貴賓 也要提一些問題 讓多董事長或台上的這些前輩來做一些訪問 有沒有哪一位 請大家不要客氣 好 我們林副局長 剛剛明天董事長的50年龐應變的福祉如暑假增的 做這樣的報告 我從這個發現一個蠻有趣的訪問 因為我們十大商品進口出口在美國大陸的排在前面 但是整個一個航運發展的結果 美國的這個團公司一個一個不見 被說過了就被說過了 大陸現在也太多了一家 那剛剛這個董事長有這個談到 這個韓國沒辦法支撐 這個很可能沒辦法支撐兩家 那日本也許沒辦法支撐三家 但是這個很奇怪的我們台灣有這個長榮地位 那個央林 那個十三年 這是相當的不簡單的 所以從這個一個後野的角度下來來講 應該美國大陸應該在一個過對航運方面的戰隊 主導的那個反而是一些體賽大陸 這個像這個丹麥啊 我們台灣啊 還能夠以這個獨佔的熬頭 所以這個是相當不簡單的 但是是什麼原因導致這樣的一個結合 像這個一定有一些某種原因 當然也許是我們萬孩 我們的長榮這個央林 當然是從這個六十年代七十年代 台灣出國後都那時候打下非常地集團 但是我想除了這個以外 他媽還有其他的一個原因 其他的一個配套 就是要讓台灣這麼小的這個國家 運存在這樣大的一個磅運市場 所以整個來講 這個為什麼美國大陸這邊在貨貨還市場 會這樣子一個一個被整備 或者是被收益 台灣在這一塊的話 仍然有這樣的發展的地位 這個是非常奇怪的事情 所以想藉這個機會請教一下 從這個五十年航運的一個發展 來看這個問題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現在這個因為航運不景氣 但港口之後變成受到一些影響 所以現在世界上很多的港口 有的這個都已經在這裡做一個反浪 很多的這個 當然像EPIMORM這邊的 講法已經都有收購 那我們這兩家 當然了解像長榮的 也有到很多的 這個國家的港口去做投資 將來我們這個船公司這一部分 這裏收購或者投資後面的這一部分 是不是應該有更積極的力做 那政府這一部分怎麼來做配合 能夠讓我們的行商能夠繼續在一個國際的海域上 占了這樣可能的機會 就是我們這兩部分 藉這個那個機會請教老師 好 謝謝您副局長 我們台下沒有人要再提問 或是ECO 朋友 陽明 有萬孩的台船 好 是哪一位 老師好 這個局長 北部航務中心的那個華為委員 那我這邊提到一個小問題 這是比較屬於業界經營業的一個策略 我是比較不懂才請教一下 就是剛剛我們在論壇上有談到說 為了這個真本的控制 那船舶現在都趨向於大型化的一個建造 那現在建造大概是有18000TU的船舶 那取Maskline的例子來講 Maskline最近都是建造18000TU的大型化的船舶 那在前幾年 在前四年的時候 是因為有這個原油的一個波動 有這個原品控制的一個預期 那所以為了要把這個成本控制的時候 所以Maskline他有推動一個叫做 Slow Steaming的一個慢速航行的一個策略 那這個Slow Steaming的這個航行 就是等於慢速下來的以後 可以節省這個南油成本 因為南油成本是佔了百分之60 而且可以大幅的降低這個 還有廢氣的排放量 所以大幅的也可以確保這個環保的一個策略 但是我們比較不懂的是說 那因為你實行這個慢速航行以後 也會造成我們這個傳奇的Delay 這個怎麼速度會Slow Down下來 那這個怎麼如何 我是想要請教一下說 那我們在業界上面怎麼去做這個策略上面 我們策略在策略上面的去調整 還有整個讓這個效率能夠達到這個平衡 那以上這個問題 謝謝 好 謝謝我們給王九成的意見 我們來一下還有哪位先前來請 局長還有委員在座長官 我是港務主要軍營 我有兩個問題 講請教我們的總董事長 就是我們知道這個海運 是一個高度自由化的一個市場 那管制越少 對於航商經營的利益是越大 那但是最近這些年 這個國際海事組織 也不斷的在修正一些海事規則 一些公約規範 那這些規範其實都強制要求 船方要負起更多的責任 那同時也付給我們港口國 跟船級國政府更多的一個查查的施責 那我想了解說 如果今天船方都要配合這些 國際海事公約的規範情況下 四地就會提升你們的營運成本 那這樣的一個國際性的一個這種管制 是不是會造成這個海運業的利潤越來越少 會不會甚至影響到這個海運的 海運事業的發展 那不曉得那個周董事長 目前業界會如何來因應這件事 那或者希望我們政府單位 可以有什麼樣的協助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那個最近應該是說 SORAS公約這個修正案有關放側規定 那這個規定我們知道 就是它的規範重點是在 SHIPER要提供那個驗證貨貴的重重 也就是所謂的飛機案 那其實我們局裡面之前也跟業界有討論過 那業界大概都會認為說 其實這比較重點是在B2B的行為 政府要國度的介入 不過以我們的角色 我們還是要訂一些作業程序 讓業職來追訓 那其實我自己是想請教一下 那因為我們知道 如果SHIPER它不提供正確的貴重 依規定傳方式可以拒載 但是如果你拒載的情況下 自閉就是會造成你的貨源流失 那傳方到底要如何規範續合 才能夠同時符合公約 又可以確保這個貨源 以上你的問題 謝謝 好 謝謝 那是我們法務主的廖副長 法務主 法務大廖副長 我來請我們邀門的這個增進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 我是楊明 還有李信真 我有兩個問題很短 第一 我想請周董事長 因為看今天的整個演講到 我大概演藉 我聽了很多我不知道的事情 在這邊服務也二十幾年 發現都是以後需要再經濟 因為因應目前的整個經營環境這麼困難 周董事長可不可以給我們這些 就算我是新進人員好 給我們這些人員有沒有什麼鼓勵的話 或是給我們一個什麼期許 我想我們現在呼籲這個業界更多人 社會上各多青年朋友有志青年加入我們這個行業 那多少可不可以給我們一些期許好不好 第二 剛剛不知道這不是一個適當的場合 其實剛剛有提到很多有關貨運或是航運的發展 那經營環境是一面 但是其實另外一個面是貨 那不知道有一個機會 在不斷的改變或是優化經營航運市場的政策的能力下 可不可以有呼籲 就是說 不知道能不能夠呼籲我們國家 如何去養這個所謂的航運 是國家生命限制的觀念裡面 用國貨國運或是部分的國貨要國運的政策 來 鼓勵我們台灣的航運界有生存的機會 我不知道這裡有機會是說這樣 不好意思 謝謝 非常感謝央明的真協議 謝謝 我想時間的關係 是不是就請周董事長 請周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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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按照剛剛發言的歲數 來跟周董事長 提出我的看法 刚刚王杰局长 听到一个现在 功过于求的状况 传统是什么意义 2008年 第四季的 金融美国发生的金融 风暴 使国际贸易急剧萎缩 改变失 所以2009年 所有的国际航商大受冲击 那么大受冲击 就是赔了很多钱 共赔了 200多亿美金 但是这种状况之下 大家就把船封存起来 我们叫做lay up 那一年最后 2009年 lay up到600艘船 封存了以后 就把运能 那个时候的运能 大约1500万TU 那个封存 大概超过百分之 十几的封存 封存以后 船跟货就变成平衡了 随任何价格的质地 完全是受供需的状况所决定的 所以一封存了这么多船以后 运费就稳定下来了 从2010年开始运费回升 所以2001年船公司的状况就好多了 那么以三倍来讲 2009年赔掉16亿美金 但是2010年赚回了14亿美金 所以那封存是一个解决的好的方法跟坏的方法 那么目前有300多艘船封存了 但是还不够 但是呢 现在还有一个现象 就是当年的船 一件船 就是运运25年平均的 至少还可以久的 现在就把这些船 运运的时间缩短了 现在有17、18年 就把它拆掉了 那么拆掉 现在拆船多半到印度啦 斯里兰卡的这些地方 越南大陆也有一点 当年拆船 台湾是拆船王国 那么在70年代 那是台湾这一方面非常 非常减速啊 拆船 一个很大的船 两、三个块钱把它拆掉了 所以现在的船公司呢 在这种状况之下 希望能够供求平衡 的话 就是刚刚讲的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减速 减速的一个好处呢 那么可以减省很多燃料 可以降低它的成本 那么这些造船厂 最近结议也非常厉害 因为一看油价上涨了 他们就去研发出一些造船的技术 使得这个油可以省 可以省 那油一省 对船公司很大的吸引力 我本来我的船 对不对 我的油价要花油的成本这么高 我现在改定这种新造的船 哇 这个费用可以省很多 增加我的竞争力 所以这造船厂提出这个策略以后 就像汽车一样 汽车越行的越省 这个船呢 就让很多船公司赶快去订 我有这个船好 省油省油 通通都去订 所以一下子变成功过于情 那么 再重重一下 就是减速是一个方式 还有一个方式 加靠一两个港口 我用到十条船 这样的话呢 可以消化掉 减少到 使这个船的 SPACE的供应量 就可以消化掉一些了 对吧 我本来有八条船跑 我现在有十条船跑 那我有 无形中有些运力 就可以把它用掉了 那么刚才提到 苏伊士运河的开通 巴拉玛运河的开通 当然巴拉玛运河 使大家期待了已久 比如过去只能装 超过五千TU的船 都没办法经过 那么现在 现在马上一万TU的船都会破 所以这是一个好消息 当然巴拉玛当局 也在 也在要重新定他的费率等等 当然现在船公司都不好 船公司也在跟他谈判 你可以加一点 但是不要加太多 现在没有达成 没有达成 没有定下来 苏伊士运河也发生这个问题 那么有些船公司也尝试了 你假如价钱那么硬 你也是不降的话 反正我现在 我不怕把船期拖长一点 那什么呢 就绕南非的好望角 绕南非好 现在已经有些船站跑 那跑了当然 这个航程长了 航程长没关系 多排两道船就好了 所以用这个方式 用这个方式 所以随时运河 他原来是四十大开口 要增加很多 船公司说 你假如你不能够 有你假合理的增加 我们可以谈 你太过分的话 抱歉 我们就不来了 我们全部绕到好望角 所以这也是 现在还在谈判中 但是我们的了解 舒适区和担局 已经软化了 已经软化了 这是您提的两个问题 您刚刚提到环保的问题 环保问题是这样子 现在一些大的 新造的船 一些主要的船 还是造的船 都很重视这个问题 就所谓监林检 检态都很重视 像CMA 像Merskland 都很重视这个 所以在造船的时候 就特别去要求 能够 一定要把排流量 量减少 那么谈到这一点呢 美国的法令 自己也日趋严格 美国去年开始 去年是规定 你油里面的含流量 不能超过1% 而是去年的 今年不能超过0.1% 不能超过千分之一 所以这就是个 蛮银格的管制 你本来是1% 现在给你再 减到变成千分之一了 所以全国是没办法 你要进入美国 你必须遵守它的规定 所以全公司呢 也做了一些配合的动作 那么 免得进不去 那么 刚刚林副局长提到 为什么美国一些公司 这个经营不下来 美国当年是两大公司 APL跟Sealand 刚刚提到我都服务过 Sealand 是它的那个老板 叫McLean的一个策略的错误 它订了12艘船 那么 订了12艘船 那么 那个船呢 是比较慢的 它可以比较 因为 雷元危机以后 它一看到 油价大涨 油价大涨 油价大涨的话 它就去选择 比较慢的船 比较省油的船 结果了 雷元危机 发生以后呢 也没有多久 这问题又慢慢带下来了 而且终极 没有原来想象中那么大 想象中那么大 只有你一架公司是慢船 别人都比你快 所以它是一个策略上的一个错误 造成它的 还有一个我刚刚提到 它用了 它造的船 尽量用装40英尺长的货柜 那么使它这个船公司呢 在欧洲很难很难去适应 因为欧洲我提到很多国家 货物量都比较分散 分散的 用到20尺的比率非常高 那它的船呢 结果变成 譬如它一个船 从欧洲开过来 变成用40尺的船尾 去装20尺的货物回来上升 现在很大的浪费 所以C-Line是这个原因 就是它的眼光 眼光的问题 我知道它发展货货运输很了不起 但是它刚开始的一个策略也不好 它把车架一起转到船上 穿在上面 这边你要多少车架 你这个船跑一趟要多久 几个月 一两个月 然后你车架到处跑 带着全世界跑 所以这些策略是 是很错误的 当然后来立刻做了修正 而它选择的长度也不理想 35尺 因为后来国际标准组织 1968年制定20或者40年 它的35代表很麻烦 35代表很麻烦 所以它自己一些策略的错误把它弄坏了 至于APL为什么卖掉 因为美国在90年代 美国的internet的快速发展 然后美国金融服务院的快速的发展 在美国那些投资者 因为都是上市公司 那些投资者一看 哎呀我投资了全 这个回收就卖了 我做这个internet的公司 只要挑的还不错 投资某某银行 投资某某石油公司卖 他们的股票涨得很快 买你这个APL 大概在美国被当做所谓牛屁股 动都不动 所以一些投资者就慢慢没有兴趣了 没有兴趣了 再加上全公司 资金一直是没办法进来 那么它的公司的价值一直在下滑 后来就是 后来选择卖掉 卖掉 当然是新加坡政府买的 当然新加坡政府买 买是蛮有眼光 是蛮正确的 去发展 但是坦白讲 后来也是经营不善 我认为高届出版经营不善 就是 每一家公司都在扩充 它不扩充 过去这个十几年 你不扩充 因为这个产业 这个竞争很厉害 你不进则退 对不对 你一直 一直 踩手势 踩手势 就越来越 越萎缩了变成 所以它那么好 那么有悠久历史 APL也能讲 1940年就开始了 你看看多有历史 这些美国经济更大的一个公司 居然 居然 后来 NOL也等于经营了20年了 它也没有办法继续维持下去 是蛮可惜的 那么刚刚提到的这个 两岸游轮的我们 其实萧局长这个呼吁是非常好 他觉得两岸游轮的市场开放呢 就是Cruise这个船 就是 还是那句老话了 我们希望转去外卫 我们希望这个 两岸游轮市场 开放以后呢 大陆的国防客 可以坐着这个 游轮到台湾来 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因为游轮这个市场到现在为止 亚洲市场只开了 3% 绝大的市场 在美国的 美国西部的 就是西雅图 那边到阿拉斯加的那个航线 还有加上美国 迈阿密 像 像这个 加隆比海 这航线 所以美国的Cruise 这个产业 全世界来讲 大概40% 50% 都在美国市场 那么接着 欧洲有2-30% 那么欧洲北部 大概有15% 那么南部基中海 大概10% 那么 然后就是澳洲 还有中东 这些产业都做得不错 那亚洲 完全是一个新的 新的 新的产业 现在 即使必须有人 1994年 就来台湾 我就负责他们的业务 我带领他们 跟他们做了很多年 但是 但是 他在亚洲市场 算是做得不错 但是 这个跟 一个国家的 经济的发展 很有关系 你经济发展 比较先进的国家 那么 这个产业呢 就有人来做 那么 下次我看起来是开发3%而已 所以很大的成长空间 那么大陆这几年也蛮重视的 他把青岛港啊 上海港啊 游轮马头啊 不断的在建造 也在非常注意最快的发展 大陆的座船的旅游的人口 也出现了大幅的增加 所以 肖前学长做这个建议 很有眼光 我们应该去跟大陆打交道 说服他们 那么 那么大陆我们的了解 它仅限于大陆的人船公司 以及我们台湾的人船公司 才可以经营 不允许任何外国人船公司经营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但是我们台湾呢 做这个Cruise这个行业的共识啊 只有台航有船跑博物 还有我们有船跑马祖 但这些都是交通服务性质 而不是Cruise Cruise全是在船上非常享受的啊 度假的 你针对的客人是不一样的 人家不是被当为交通工具来经营的 那么 所以它是经营的蛮久 它也做得不错 但是我们两岸之间的话 台湾的公司 我看短期的不容易 但是大陆呢 也在开始做 但是他们过去也没有很丰富的经验 他们过去有沿海的 那么还是交通为主 比如说上海 老早就有船 开到广州啊 这些老早就有 但是他们对Cruise 对油人这个呢 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新的产业 我们有看到 越来越多的大陆公司在经营 那现在两岸之间有些小船 中和远南有些船在跑 那么 那么 这个是一个很值得开发的一个产业 那么 这个是一个很值得开发的一个产业 会造成不好的影响 客观讲是有一点 那么本来我们到洛杉矶快船 大概从台湾过去 快的话大概十六七天 十七八天 现在呢差不多二十二三天 但是呢 在金出口上 他们还是在给柔人的范围 所以还是 还是可以的 那个廖小姐提到 廖和尚提到一些海事工业 这些 这些国际间 是有这些规范出来了 但是 但是 美国来讲 它是很 因为它没有什么大的军船公司 是美国 所以对海上有关的一些 一些规范呢 它不影响到 它在美国国内 要推动的话 不会遭到什么阻力的 美国的行业者 没有人会去反对的 但是它规范 它认为对美国有利 对国际间要求 那国际间就是 变成 你不配合不行 因为你不配合的话 你的货物到那边 你的船到那边 就受到它的管制 或者怎么样 所以 比如说 飞机物的 排放 或者这些 在美国港口是查的非常严格的 有些船在那边 把一些飞机物 就抛到海里 干嘛 那美国一抓到 都是重做法的 所以美国对这些知性 是延远的 我刚刚提到这个 油的寒流 那样的规范 也是一年 这个很大的 很快速的一个要求 但是 像当年他们 推动要求 双船壳的游轮 那个 那个 那个因为曾经发生 一个海滥的 一些油泄出来了 一泄出来 他马上就要求 双 船壳的船 才可以建美国 他是被宣布 欧洲那些 的 油公司 Tanker公司 哇 都恐慌 开玩笑 你是一个医生内向 我们要跟你配合 要改这种船 那我们现在的船怎么样 那就是透过国际组织 不断的谈判 这个干嘛 要求他延后实施 表示我们会做 但是呢 给我们时间 我这船刚刚才造好 你说我这船不能用 那这个影响太大了 所以那国际间 他们会做一些规范 但是 会做一些规范 但是 怎么讲呢 在 那么另外一个国际间 很注意的 就是刚刚我在曾经里提到 所谓国货国运 关于这一点 也有它的难度在 因为国际间 就是像WTO 他们处装是一种 开放市场 公平贸易 他们是自动主张 这种主张的话 这种主张的话 他们呢 这个 像欧洲的OECD 欧洲文化经济合作发展组织 它差不多30个会员国 占了全世界的GDP的70% 都在这30个国家 他们也很关切 关切这个 已经要求我们的交通部 外员 我们开过几次会 我都参加过两次 在法国、巴黎 他们的总部开会 一直在盯着 你们政府 有没有对你们 国人公司 有的帮了什么忙 提供金援等等 当然 对我们来讲 我们当然要应付一下 当然 大陆也面临这个问题 大陆也在想办法改善一点 因为大陆现在也 现在 随便落青天 也想到国际社会 要败一点 要地位能够提升一点 所以他们也对于这些国外的 这些国际组织要求 也在注视 但是他的老是被你诟病 诟病 就是你完全是国人公司 我们欧洲都是民营公司 那我们民营公司 怎么跟你国人公司竞争 所以 这个是一个 隐胜蛮大的议题 大陆是 反正他就是 推过他的方式 在做 不过当然 也有在 也做一些改善 就是了 OK 大概就这样子 好 好 所以我们三三一一 他能给你走 再来 我从刚才 周董 以及几位里面的 法规意见里面 我想建议 那个 从刚才周董 谈到 西练 FBL 策略的 政策的 策略的 策略的 失败 所以我会建议 刚才有 看到国际化跟多角经营 所以我会建议 七级长 你们三系统 杭政宿长 你 TAPC董事长 那 还有 部理院看处长或水或部长 应该 应该 大家 及时管理 把它变成政策性 比如说 尤其讨论出 港 或者是港 你 不要说什么都想 什么都要 结果什么都做不到 针对 哪些事情 去作为 我们将来 国际化要 多角经营的 中心去讨论出来 那 我会建议 各位看 这一期的 上周14777 有一个叫 房立M 草口房 美丽的Li M字的M M字飞来 这边M字飞来的M 那一边很短 但是 我觉得非常的好 我这里 占用各位 一点点时间 他说核心价值 要守住 但是 那个 竞争优势 就是 不要抓的 符放 那过去我们 大概说打后柜 竞争优势 打后柜台 它说不能抓的 符放 以前是可能 谈的是专监 谈的是深度 现在可能要谈的是什么 谈的是广度 它里面几例 竞争策略 这些 要符抓的符放 它说 那个 法国年价比的公司 VIC 它以前是 卖廉价的 廉价的 廉价施的 施水工具 廉价的施水工具 那廉价的施水工具 那廉价的施水工具是什么 所以 后来 改成 可抛式 我可抛式 换个就大了 刮乎刀的 施可抛式 打后柜的施可抛式 等等 它坚文变成广度 所以我认为 今天 TIPC 我想我们成立的目的 刚才我讲 能忘记住吗 不是说只有 手支以前卡夫基时代 后柜变成第三年 世界第三年 你看看能不能走回去 最回去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 一定要从广度走索 多角化 国际化 走出去 除了后柜 包括刚才谈邮轮 资产的开发 甚至于 走到海外去投资 甚至变国船公司都可以 多角监联 所以我这里 就是说 拜托齐机长 我相信 刚才讲的 你们三个 三季头 跟部里面 赶快去把港部公司 他的监联方向 他的监联重点是什么 策略 守住哪些 那就变成政策 政策就是由政府来支持 政府来给他压力 那我想 这个TIPC 应该就很快 符合大家的希望 这是第一个建议 第二个建议 刚才有谈到邮轮 一样的 我拜托 三季头 尤其这 齐机长你还带头 慢慢去 安宁如何使邮轮的法规送办 两岸的宪住送办 我想 我刚才是简单讲说 新政府来了 那你先去 将来我看走出去的 还是你 对不对 去跟对岸台还是你 所以去先做准备 把它看看如何 谁应该去送党的 这些机弄了签子 那将来 可以很快的去谈判 那能够送党越多越好 这是我 再赞用各位几分钟 也等着 给其这张一个压力 当然这不是压力 这是期待 希望你能够 对台湾的航港 真正的做最大的奉献 好,谢谢 谢谢 我们另外两位 警队也不想 可以把他射清 比如刚刚 北港村 澳洲新 黄传长提到一个问题 你提到一个是 就是现在的策略的问题 对不对 还有高兴港的问题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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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务下车 很好 我们现在公司 在新加坡 大概有200多个员工 APL大概有650个员工 但我们现在预计 4月中旬 欧姆会批准 这个并购案 那么接着就是 美国的联邦海域局 FMC 我们也等他的批准 等他 这个假如批准下来的话 我们就可以顺利地进行 当然我们认为可行的 那么 这个假如并购后 当然我刚刚提到 四大联营组织 会发生一些变化 有14家公司 增加4个联营组织 我们APL已经宣布 会推出那个联营组织 他们现在有6家 叫Grand Alliance 6家 会变5家了 变5家 那CMA现在最重要的策略 就是这个结盟问题 怎么处理 因为中国大陆两家公司 现在只能参加一个结盟 对不对 那么我们跟不跟他结盟 结盟有什么好处 他愿意跟我们结盟 不结盟 我们怎么因应 这些对CMA事件来讲 是最重要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策略 就是要怎么样做一个最好的安排 结盟的问题 另外您提到 会不会传继续 APL过去的 朱庸高雄港的码头 会不会继续 朱庸高雄港的码头 因为这6家联营 所以把6家的货 摆在一起 可以达到某一个量 所以朱庸高雄港的码头是滑得来的 那么今后将来CMA 买了一批以后 会不会这样做 很坦白讲 完全看将来结盟以后的状况 结盟以后是跟谁结盟 那么结盟的话以后 有多少的货宅 对不对 假如货宅还不错 当然有可能继续 假如没有那个货宅 假如我们找的 比如说找的结盟的伙伴 他说 哎呦 我在某些港口都很好啊 我没有这个需求 把货物运到 在高雄来转运 假如需求减少的话 当然这个 这个会 会怎么讲的 会这个 传统是完全是 是看怎么样有利 来怎么安排 假如货还是不错 当然有可能继续 假如货一下减了很多 那就不符合经济价值 所以这完全要看 看结盟以后的状况 谢谢 我再一个期待 就是说 那个 Lemon的变化 老实讲 对高雄港非常的重要 今天没有外景的话 高雄港也没起床 所以我再加一个期待 就是也是一样 其实讲 你还活动三个集中 如何风险管理 APL也好 现代也好 GMA会不会来 等等 来到高雄港主的集中 我认为这些都是属于政策性的 特别性的 所以还是拜托 谢谢 我想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只能做一个人力 因为其实我想大家的期待 对我来讲也是压力 业界的期待就是我们的责任 我想我一定会尽力 那刚提到的Cruise要去争取 兩岸在政策上再做开放 其实Cruise大概是在2013年2月 所以我们交易会 在北京会团确认它排除 就是它可以排除所谓 兩岸政策性的管理办法 要求要两岸资本 兩岸的传播才可以扛进两岸 它是采这个特批的方式 可以经申请特别省批 所以目前已经开始 从2013年开始 我们就发觉说 游轮其实数量越来越多 原因是因为以前的游轮 虽然到了亚洲 但是靠了大陆就没有办法到台湾 所以2013年开始就越来越多 那可不可以通暗性的去解除 那这就是政策上要跟新政府来谈 因为目前越长的本地 是在两岸的特殊关系 产生的利益 要由两岸的传播来共产 外籍轮不希望它能够来粉丝这个利益 所以游轮的部分 在我们谈的时候 大陆并没有游轮产 可是现在大陆已经有 世道游轮的风贝斯已经产生了 这是我们这块塔的可不可能去促整 所以通暗性把游轮排除两岸资本 有关的办法针对船舶的建策 我想这个我们会去努力 我们今天想两位重要的干部也都在场 那第二个刚刚所提到的 希望所谓的航政师航港局 港公司要及时广义来协助业界 共同定立一个航运政策来不出 连定未来的一个政策发展方向 属于业界还有属于政府的一般事项要买一些 我想这个层级太高了 我想航港局的角色就是 我们把这样的需求整理完以后 我们就签到部里面 希望部里面来 他来hold这样的一个会议 同时再来谈谈看 因应现在所谓的四大的 其他一个变化当中的状况 透露大家的协助 我们掌握一些资讯之后 希望部里面也可以来做所有风险的管控 甚至针对政策上 能够增加哪些犹豫 来锁住我们这些国际港口 未来要面对我们的国际基督力 这些我想我们都会去做 那刚刚董事长所提到的这个商桌147起 这个核心价值要锁住竞争优势 不要抓住不放 结果最近看了一些文章 其实大概都有同样的想法 几个案例 譬如说科达富士 譬如说Nokia 还有以前大家熟视的 市场实战就非常多的黑莓手机 还有包括了我们以前熟视的邮群 曾经廖文说 那邮群还要干嘛 现在还谁谁谁谁谁信呢 所以这些快速的转变 还有创新一应的作品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航运业界 刚刚所讲的 我们的航运的交通公司商业单位 我觉得我们有责任大家 争取业界意见之后 应该是要坐下来好好地去思考一下 那未来新生的上来 应该也会希望我们提出一些航运政策 或者航运产业发展的一些想法 我想他们就愿意来引入这样的意见 然后希望未来的部里面能够重视这件事情 我们应该要有一个航运政策发展法律数 这中间要有业界的声音 我想我们来做这样一个幕僚作业 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会觉得台下已经有些人出举欲动 想要再来提问 我想航运业界应该有更多的这样一个机会 来听听前辈 听听业界的声音 然后大家要做一些活动 那我也借这个机会 除了感谢大家参与之外 我也希望说 第一个 还是老话 香港也是很年轻的单位 我们的朋友们很优秀 我们今天就是大家回对您 在事物上遇到一些问题 所以我也希望说 未来业界如果您有一些所谓的 training program 那你觉得你这些行政单位 这些所谓的行政官员 这些所谓的长官 应该也要了解的 如果希望大家再来分享一点这个 information 那给我们一些名额 那你觉得我们应该哪些人去参加 我们就尽量来参加 我们多一些互动 我们才能够认识你的 requirement 因为我讲过 你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责任 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会觉得各自的单位 不管是业界 不管是厂公司 航港区 或者是交通部 针对于业界的一些问题 不管是什么办法的座谈会 我们都可以互相来提供 这样的机会大家做一些活动 我们只有报房区 才能够让我们这个产业 未来持续永续发展 而且有国际竞争 那我们今天早上的座谈会 因为限定时间关系 甚至就到这边告一段落 所以大家如果意犹未尽 先把你的意见帮助给我们 我们也不排除 我们在过半机场 谢谢大家参加 特别感谢我们所有的机场 还有三位的机场